女子在騎一樓滑著手機 瞬間卻傳出巨響 女子嚇得趕緊轉頭 但左看右看都沒有異樣 畫面放慢動作 就會發現原來當時 從空中掉下一塊生鏽的鐵架 不偏不倚 砸中路邊車子的引擎蓋 最後還滾落路邊 這起鐵架砸車意外 三號晚間將近七點 就發生在高雄鳳山的一處社區大樓 由於第一時間沒人傷亡 因此直到隔天一早 車主準備上班開車 才發現引擎蓋變形 還沾滿鐵架 氣到趕緊報警 最後發現鐵架就從三樓的外牆掉落 發生意外的十六樓高社區 屋齡近三十年 原始規劃都是裝設創新冷氣 但近年來不少人改裝分離式冷氣 因此得在外牆架設鐵架 才能安裝室外機 沒想到卻疑似鐵架長期外漏生鏽 加上雨季來臨 雨水沖刷 無預警 高空掉落 雖然是突發意外 無法以公共危險罪處理 而車主也選擇跟對方和解 暫時沒有要提出毀損告訴 但如果真造成人員傷亡 恐怕就不是只有簡單的 賠錢了事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